民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天是在花莲参加了泰巴朗风年纪 她是首位受邀出席的总统参选人 场面相当盛大 连花莲县长傅坤奇都是做上宾 不过蔡英文致辞时 一不小心把花莲县长讲成了桃园县 口误的还不止她 连国民党令委廖国栋也直接叫蔡英文蔡主席总统 原住民朋友拍手加尖叫蔡英文感受阿美族热情 坐在头目跟祭司中间蔡英文备受礼遇 收邀出席泰巴朗风年纪 这可是和头目之间的约定 上一次我到头目 我们的总头目给我一个名字叫谭曼 巴奈就是道帅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个生存的粮食 原来民众巴奈巴奈的叫不是没有原因 但想看表演载歌载舞 正对面却是花莲大家长傅坤奇 来对政治人物难得坐上圆桌 敬酒寒暄不能少却发声小插曲 还有我们蔡主席总统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没来 连自家立委廖国栋都直呼蔡主席总统 小英听在耳里高兴在心里 但是不是不小心欢喜过了头 还有我们桃园县的大家长 我们傅坤奇 花莲 当着傅坤奇的面脱口而出 把花莲讲成桃园 蔡英文好尴尬 毕竟要争取花莲选票 不只要让原住民朋友开心 后山之王傅坤奇 实力都不容小觑 原地图警示刘轩 华联报道